同学们大家好 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存储管理的断页式存储管理 那前面我们就学习了存储管理的内存分配和回收 上一节课我们主要是从物理内存的角度去学习了存储管理 这一节课我们学习的断页式存储管理 主要是从进程的角度去理解进程的存储管理的 也就是我们操作系统 它是怎么样去管理进程的内存空间的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这节课会分成三个部分去学习 第一个部分是了解这个页式存储管理 接着了解这个断页式存储管理 最后我们再来了解这个断页式的存储管理 这三个管理方法都是针对于这个进程的空间进行内存的管理的 首先我们来学习这个页式存储管理 那么在这里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页面的概念 那么在了解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在前面我们在学习这个计算机组成原理的时候 我们了解了这个质 以及这个质块的概念 那么这个质块呢 是相对于物理设备的定义 也就是说相对于这个内存条的物理设备的定义 这里面的页面呢 是相对于我们的逻辑空间的定义 也就是说相对于这个进程的空间的一个定义 这里面质块和页面指的都是大小一样的一块内存 那么这个页式存储管理呢 它会把这个进程的逻辑空间等分成若干个大小的页面 然后呢 相应的我们也会把物理内存的空间 分成与这个页面大小一样的一个物理块 然后呢 我们将会把进程空间 以这个页面为单位 把进程空间装进这个物理内存里面 分散的一些物理块里面 这个呢 就是属于这个页式存储管理 在了解这个页式存储管理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会把它联系这个内存碎片 一起来理解 那么什么是内存碎片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这一个是这个空间链表 这里面有节点1 节点2 节点3 节点4 节点5 和节点6 假设这一个呢 是页面的大小 这个大小呢 会比这个节点1大 然后呢 比这个节点2和节点3小 因此呢 我们在分配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需要把这个页面分配到 节点2 节点3的这一个节点 那么这样子呢 就导致这种情况 就是这一片内存呢 它是不能被页面所使用的 因此就会造成这个内存碎片的存在 所以呢 在这里面 如果说我们使用这个页面大小 应该适中 因为过大 我们就会导致这个难以分配的情况出现 然后呢 如果过小的话 会导致这个内存碎片过多 一般来说呢 这个页面的大小 通常是512字节到8K的大小 通过这个页色处置管理 我们就可以把进程的逻辑空间的每一个页面 都放在这个内存的物理块里面去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进程的某一个页面 配备到具体的哪一个字块里面去呢 因此呢 我们需要了解第二个概念 这个概念叫做页表 页表呢 它是记录这个进程逻辑空间 和这个物理空间的一个音色关系的一个表 这里面我们假设 左边呢 是进程的逻辑空间 那么在这里面 进程的逻辑空间 分成了5个页面 那么这5个页面呢 是分散在 组存的 不同的分散的物理块里面去的 因此呢 我们就需要使用这个页表 来记录这里面的音色关系 那么这个呢 就是页表它所存储的内容 比如说进程的第一个页面 页面1 它保存在第一个字块里面 接着这个页面2呢 保存在第三个字块里面 页面3呢 保存在第四个字块里面 第四个页面呢 保存在第六个字块里面 第五个页面 保存在第九个字块里面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页表它所起到的作用 提到页表 我们僵硬的也来提一下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呢 其实我们在前面 在学习 字块和字的时候 就已经介绍过了 在这里面呢 我们还是重复的提及一下 那么这个页式存储管理呢 我们的地址也是分为两个部分的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页号 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页内偏移 相对于我们的字和字块的话 页号呢 就相当于这个字块 页内偏移呢 相当于这个字块的字内偏移 这两个呢 都是类似的 在这里面 如果说我们直接的使用这个页式存储管理的话 它也会遇到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现在的计算机里面呢 它可以支持非常大的逻辑空间 可以到这个2的3次方 直到这个2的64次方 这样子呢 就会导致这个页表非常大 非常占用这个内存空间 这里面举一个例子 假如说 在一个32位的逻辑地质空间的飞行系统里面 规定每个页面的大小为4KB 每一个进程的页表的页表像呢 就可以达到2的20次方个 如果说每个页表像 它所占用的字节是一个字节 每一个进程 仅仅是页表就占用了一个兆的内存空间 这里面提到了几个关键的数字 我们来运算一下 首先是这个32位的逻辑地质空间 它的寻指空间呢 是4个G等于2的32次方 接着是页表像 那么页表像呢 等于这个4G除以4KB 等于2的20次方 所以说这里面页表像达到2的20次方个 这里面假设每一个页表像 所占用的字节是一个字节 因此呢 每个进程的页表 就占用一个兆的空间 因此呢 在这种情况下面 会出现这个多级页表 多级页表 它是怎么样工作的呢 多级页表 首先有一个根页表 那么这个页表呢 每一个字块 它说指向的地址 是内存里面的一片空间 这个空间呢 存储的是2级的页表 在这里面 假设每一个2级页表 它有1024项 每一项呢 指向的这个字块 才是进程 实际使用的这个内存 这里面一个根页表呢 就可以指向 多个这个2级页表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大大减少 进程的页表 所在用的空间 因为在这里面 我们在运行的时候 只需要把这个根页表 加载到内存里面 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们调用某一个字块 发现这个2级页表 没有在内存里面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把2级页表 加载到内存里面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按需 去取这个页表 节省内存的空间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页式存储管理 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 这个方法呢 把进程的逻辑空间 等分成若干个大小的页面 然后呢 相应的 我们也把这个物理内存的空间 分成与页面大小 相同的物理块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进程的逻辑空间 以页面为单位 把进程空间 装到物理内存中 分散的物理块 这个呢 就是页式存储管理的一个内容 这个页式存储管理呢 也会遇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 如果说 有一段连续的逻辑 分散在多个页面里面呢 那么我们执行的时候 将大大降低执行的效率 因此呢 我们就提出了第二个管理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叫做断式存储管理 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 这个断式存储管理 是怎么样去管理 进程的逻辑空间的 那么这个断式存储管理呢 它会把这个进程的逻辑空间 划分为若干段 这里面的划分呢 是非等分的划分 我们在前面 学习的夜市存储管理呢 它是等分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它是不等分的 断的长度呢 由这个进程的逻辑的长度决定的 比如说 在逻辑里面 可能有这个主函数 Main 或者是指函数段X 以及这个指函数Y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将会按照这个 每一个函数的逻辑的长度 去分配这个逻辑的空间 这个呢 就是断式存储管理 对于这个断式存储管理呢 同样的 我们也需要一个表 来保存这个逻辑空间 到物理空间的这个映射 这个呢 就是 断表 在这里面 因为每一段 它的这个长度 都是不固定的 因此呢 这个断表 会相比这个页表 多一些内容 就是断长的这个数据 在这里面 每一个断表 它有三个基本的内容 第一个是这个断号 第二个呢 就是断的起始地址 第三个呢 就是断的断长 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进程 它的逻辑空间 分成了五段 并且每一段的大小 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 首先 断一 它的基值是10K 它的断长呢 是30K 这样子呢 就会映射到 组存里面具体的空间 同样的 对于断二 它的基值是40K 它的断长是10K 同样的 也可以映射到 组存唯一的空间里面去 这一个呢 就是断表 跟这个夜市存取管理一样 断式存取管理呢 它的断地址 也是类似的 这里面也是分为两块 分别是这个断号 以及断类偏移 这个呢 就是断地址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学习了 夜市存取管理 和这个断式存取管理 接下来 我们就来对比的 来看一下 这两个存取管理的方法 首先 是它们的共同点 不管是断式存储 还是夜市存储 它们都离散了 去管理的 这个进程的逻辑空间 这个呢 是它们的同样的地方 它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首先 第一个 就是 夜呢 它是物理单位 它主要是从物理的角度 去划分的 断呢 是逻辑单位 断呢 主要是从这个进程的逻辑 去划分的 然后是第二点 第二点呢 分夜是为了 合理的去利用 这个空间 分断呢 主要是满足 这个用户的需求 第三个呢 夜的大小 由硬件固定 而这个断的长度呢 可以动态的变化 第四个呢 就是夜表信息 它是一维的 而这个断表信息呢 它是二维的 因为在断表里面 每一段的长度都是不一样的 因此呢 我们需要把断的机制和这个长度都记录起来 所以呢 这个断表的信息 它是二维的 这一个呢 就是两种方式的一个对比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 断页式处置管理 这个管理的方法呢 是采用了前面的两种方法的一个优点 才形成的第三个方法 对于这个断页式处置管理呢 我们先来回顾 分段和分页的好处 首先呢 分页它可以有效的提高这个内存的利用率 虽然说存在这个页内碎片 但是相对于分段来说呢 这个分页可以提高这个内存的利用率 那么分段呢 可以更好的去满足这个用户的需求 因为逻辑呢 是用户写的 所以这个分段可以更好的去满足这个用户的需求 因此分页和分段的好处 我们就形成了这个断页式处置管理 对于这个断页式处置管理 首先第一步 它会把这个进程的逻辑空间 按照断式管理分成若干段 然后呢 再把断页的空间 按照页式管理分成若干页 这个呢 就是断页式处置管理的主要逻辑 非常简单 这里面的两个细节 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因此呢 在这里面就不再重复了 对于断页式处置管理 或者是这个页式处置管理 他们的地址是这样子呢 都是分为两个部分 页地址呢 分为页号和页内偏移两个部分 断地址呢 也是分为这个断号和断内地址两个部分 因此呢 在这个断页式处置管理里面呢 就需要结合两个地址 来形成一个地址 因此呢 这个断页地址是这样子的 首先是断号 然后呢 是这个断内页号 接着才是这个页内地址 这个断号指定的是 进程的逻辑通间的具体哪一段 这个断内页号呢 指定的是 断里面具体的某一页 然后页内地址呢 指的是 某一页里面的具体的字 这一个就是断页式地址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组存 按照这三种方式 分配之后的一个内存空间 对比的来看一下 首先呢 这一个是使用这个页式处置管理 分配之后的一个内存的情况 然后这一个呢 是使用断式处置管理之后 分配的一个内存的情况 对于断页式呢 是这样子的 在这里面 虽然说每一个空间的大小 还是页面的大小 但是呢 在这里面会划分不同的段 这一个是断一 断二 断三 和断四 这边的这一块呢 就是使用断页式处置管理 去分配这个内存之后 得到的一个逻辑的情况 那三个图呢 可以形象的去表达 这个断式处置管理 页式处置管理 以及断页式处置管理 在分配内存之后的一个内存的情况 好的 那么这些呢 就是我们这一课的主要内容 三个部分 分别是这个 夜市处置管理 断四处置管理 以及断夜市处置管理 那么在这里呢 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就是这里面 不管是哪一个方法 它都是去管理这个进程的内存空间的 也就是说 把这个进程的内存空间 映射到物理的内存空间里面去的 这三个方法呢 都是来实现这个工作的 以上呢 就是这节课的主要内容